当地时间10月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晤时指出了金砖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他呼吁深入探讨金砖合作机制未来发展,为全球南方争取更多新机遇。 习近平还指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推动实现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荣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的知足力量。 明天将举行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这是金砖国家扩元后的首次峰会。 对于推动大金砖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我期待同总统先生和各国领导人深入探讨金砖合作机制未来发展, 推动各方兼联合作机制未来发展,推动各方兼联合作机制未来发展, 推动各方兼联合作机制未来发展,为全球南方争取更多新机遇。 为推动各方兼联合作机制未来发展,推动各方兼联合作机制未来发展,